國道一號南下300公里 內線車道速度驟減瞬間 一輛自小客被後方車輛追撞 撞擊力超大又往前撞 休旅車被撞飛到其他車道 疑似肇事的轎車在車道中間失控亂衝 造成多車追撞事故 讓目擊駕駛嚇壞 國道警方表示肇事的自小客 意思沒有保持好安全距離 前方車輛已經減速 但沒有注意車況 高速追撞變成連環車禍 讓國道一度打塞車 被保持安全距離碰撞前方自小客車 造成一名乘客受輕傷 同樣在台南區騎士直線通行 突然一名阿嬤竄出來 碰得一身一面撞傷 人車雙雙倒地 所信阿嬤沒事只有受到驚嚇 而騎士受傷送醫 鳳山這位阿公騎士 明明遵守交通規矩 綠燈執行才剛起步 就被逆向的歐多拜撞倒在地 一旁騎士健壯以車擋車 幫阿公擋住來車 警方表示沒有接貨通報 但逆向的騎士釀貨明顯違規 將進一步調查釐清 只有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